看了共识的定义之后 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俗语 就是综合这个词 综合这个概念并不难掌握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这个词 基本上它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把某样东西的不同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 例如假如你去一位朋友家吃饭 你吃了这样那样的东西 你听到某人说话 另外一个人回应 有人讲了一个笑话 大家都笑了 某人迟到了 另外一个人早退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 现在假设你第二天对你某位朋友 说吃饭时发生的事 你不大可能只会简单尝试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重复一次 而是会进行综合 总结整件事的意义 在很多方面 这就是我们想要对圣经进行共识综合式所做的事情 我们描述在一段历史特定时期中 启示出来的不同神学组成部分 是怎样聚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连贯的符合逻辑的结构 要领会共识综合是怎样与评估一段特定时间内 旧约神学的逻辑结构有关 我们就要看两个问题 第一 我们要看很多人否认旧约圣经的逻辑特征 第二 我们要证实旧约圣经的逻辑连贯性 让我们首先看常见的对旧约圣经逻辑特征的否认 在20世纪中期 很多批判学者指出 逻辑在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中的作用 以此把两者分别开来 人们很容易就看到 逻辑在传统的系统神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批判神学家论证说 逻辑不应该在圣经神学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尽管这些谈论复杂微妙的地方不在本课范围之内 我们仍然可以有用地归纳一下他们的立场 从根本上说 批判神学家相信逻辑是他们称之为希腊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 但逻辑对于希伯来思想来说 则是相对陌生的 他们根据一切语言和文化的判断 论真说 希腊人关注抽象和逻辑顺序 这和系统神学非常相似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他们认为希伯来思想是从历史动态方面看待一切 按照这种观点 旧约圣经是不关注逻辑体系或信念之间的神学关系 出于这个原因 对旧约神学进行综合 就是误读希伯来文圣经 把它强塞进一种希腊思想的框架之内 和以上的否认不同 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两个原因 证实旧约圣经具有逻辑特征 首先 最近的研究已经有力证明 很多圣经神学家一度认为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之间 存在各种对照差异 这些思想在很多方面不同 但彼此也非常类似 其次 旧约神学相当切实关注逻辑和理性思维 没有一种实在的生活观 是可以不需要做认真的逻辑思维 无疑 旧约圣经启示的许多事情 对人来说人是奥秘 因为上帝的意念超越我们的意念 然而 这个事实并没有否认 对他向我们所做的启示 进行逻辑思维的价值 旧约神学 是否与逻辑有关 这并不是个问题 问题只是他怎样与逻辑有关 确实 旧约神学并没有使用 对传统系统神学影响如此之深远的 正式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标准 例如 旧约圣经相对较少地使用连贯一致的术语 它的神学是以不同的题材表现出来的 不同的旧约圣经作者 强调他们信仰的不同方面 旧约圣经没有一处地方 表现出一个寒阔一切的神学逻辑体系 即便如此 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 并非是随机 分离 或者是相互矛盾的 即像在这一刻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 上帝的启示 不仅让他的百姓 可以看见具体的世界 还引导他们在认识对待 和感受他 他们自己 和其余受造界方面 养成符合逻辑综合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